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左相 把人放下 一时死了 左相 你如何解释 殿下 老臣禁足期间 常有黑衣蒙面刺客 前进我府 屡屡地威胁老夫的安全 无奈之下老夫才下令 加强府内防范 却没想到 半个时辰前 大理寺的官兵亲眼所见 是你的人从狱中劫走了一世 不可能 我的人全都在府中 没有一个出去 可我们从大理寺 一路沿着血迹追至府外 一定是 由人 食诈来处 众侍卫听令 在 左相府内 一概任的全部拿下 连夜彻查此地 是 殿下 殿下 老臣冤枉啊 殿下 殿下 母妃 今天我已经除掉了殷屎 替你报仇了 在他临死前 我让他饱受了至亲授邪的京举 以笔之道 欢食彼神 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了 五十亿过 明将军的人头在此 如今明家全没了 娘娘 您一个人活在世上 有意思吗 近日明家蒙冤 遭你等奸宁小人无事见他 但是 苍天有眼 邪 终究不能上仗 我和哥哥 就在地下等着 看你们 究竟会有什么下场 走 尔玉 事到如今 如果想要阻止战争 恐怕也就只能赌一把 去黎云陆远潼的大营 刺杀他 道乐 这么晚了他出城做什么 王家 早就 乱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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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老 不要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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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月大人 劳凡太医帮我查一下 上个月是否有 冯夕的旧诊记录 是 有 上个月初八 冯相爷曾经带过一名 换作杨柳氏的民妇 来看病 杨柳氏身患何疾 记录上只写着 他怀胎二月 其余并无记录 冬月大人 还有何事 我听说不久前 贵妃开关宴师时 发现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是啊 难得贵妃终于怀了龙主 却落了个这般下场 谢谢啊 殿下 找到冬月了吗 府里各处都找遍了 都没有找到 他会去哪儿呢 也许他只是想一个人 静一静 你派人去他 常去的地方找找 封府那边也派人去找找 是 哦 你会想要一个人 你会想要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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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夕心里都明白 如果有来生 冯夕一定报答 要是贵妃的在天之灵 知道你为了替她报仇 残忍地杀害了两条性命 她会作何感想 冬月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怎么骗我也好 伤我也好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一个怀孕的母亲 和她未出世的胎儿 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 冬月姐 杨琴的妻子其实是 不要说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说的任何一个字 贵妃娘娘尸骨未害 你就拿她来算计 连安葬都不能进皇陵 放心 你简直是令人发指 你以为小叔心里就不难过吗 杨柳师的死 确实是个意外 那个时候她得了妊娠疾病 大夫无力回天 我才想到此方法 借用她的身子 替我姐姐发案 冬月姐 你冷静点 退下 我居然会相信 你真的会回心转意 我居然相信 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好生活在一起 不信 从江山设起 到亲人性命 再到爱人的信任 哪一件事情不被你拿来算计 这世间还有什么你算计不到的吗 是你 冯大人算无一策 军胜千里 我冬月不过就是你翻云覆雨的一颗棋子 哪里配得上你 这块玉板也是你偷偷拿走的吧 是 是 我区区一个族子 和老冯大人如此费心啊 我只是想 讨你还心 我今日还可以再相信你一次 你跟我说实话 这段时间你究竟一直在谋划着是吗 我不能说 但是求你相信我最后一次 是 别过来 小叔 别过来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能实在你少令我无怨无悔 但是如果你下不了手 我还是希望你能相信我 要求你 你 以后 你我有如此无 一刀两断 前程梦里有人再问你去 啊 难舍别离 未知归期 轮回尽头 与谁相依 小叔 小叔 你没事吧 多了 盯紧他 别让他做啥事 你这是何必呢 快去 可是 来 殿下 怎么样 人呢 没找到 回禀殿下 刚才竹鸣翼的人上报 看见冬月骑着马 往黎云的方向去了 那是陆远潼的树地 难得冬月他 殿下 召集所有能调动的兵马 触发去黎云 是 前面就到黎云了 陆远潼的大力 就驻扎于此 我得在冯夕通知陆远潼之前下手 杀了陆远潼 一切就都解决了 一切就都解决了 去处吧 走 白奶 通江 大家都小心点 这里面装的可是军线 你们两个 反正行 是 动作都轻一点 小心点 这批军械威力很大 陆侯爷重视得很 殿下 为了救冬月 我们这么贸然 进入陆远潼的属地 是不是不妥 普天之下莫非妄图 况且我们此去只为救人 这只能贸易 冯夕 冯夕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来越来越来越好 你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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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月潜入了定远军中 恐有危险 战场之上 杀人亦就人难 这个道理 香爷不会不知道吧 玉高不断客 活高 驾出头 只要慕容姑娘敢干 能够救出冬月 尽管开口便是 侯爷 冯夕 你来做什么 这几日不见 侯爷身上 竟多了一份熊主之相 你是大印右相 有话直说 好 既然侯爷不喜欢啰嗦 那我就开门见山 这次冯夕来 是想投靠侯爷的 你说什么 你来投靠我 这堂堂大印右相 我定远侯岂敢高攀 印灵帝荒废政务 致使朝纲败坏 军迹废迟 而侯爷至军严明 麾下雄师百万 定远六阵财力雄厚 怎么甘心做这偏安一方的诸侯呢 你冯夕是个失实物之人 我知道 你费尽万难才爬上了右相之位 难道真的甘心 做一个身败名裂的叛国之人 冯夕知道侯爷还存疑 所以背了一份大礼 以表成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侯爷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便一直走瞒我的道路 处处破坏我的计划 我要杀左相 你偏要保他 我要保陆侯 你偏要杀他 我处处救你 你为什么处处害我呢 我对你那么好 你有没有为我想过一次呢 可是我知道 你心里有我就够了 原来你早就在我身边安排了细作 现在情况危急 香烟你先走 昊山的人已经暴露了 恐怕今后再难牵制陆远潼 我和兄弟们就在这儿殊死一战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早已不好去 要对付陆远潼 副总 我们都先活着离开再说 放心 看你们这次还怎么逆转乾坤 放 要紫兰 晚安 evet 就是 也 宋 不是 有 帅 救 救 你 备死 好吧 呢 还是 来 来 来 抓住 死 驾 救命 不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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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不甘了 不甘了 太好了 不甘了 不甘了 专车 专车 好 哦 呦 好 我 不甘 被 冯夕 你的命我收了 这江山迟早是我的 冯夕 我好后悔 我不应该怀疑你 冯夕 冯夕 我失败了 我没能成功组织战争的发生 反而令我身边的人残草厄运 凯凯一 冯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尔玉 尔玉 我还有机会重来一次吗 重来 一定能改变结局吗 我不怕死 我只是觉得好遗憾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你都要重新再来一次 我明白了 闭上眼睛 想着你想回到的地方 我想回到 去凌云前 我不惧刺杀陆远童 相信奉系 这一切 或许就能改变 每次用雨滴逆转时空 笛子上的血纹 便会蔓延 这意味着笛子的灵力 在慢慢渐弱 而你的偶身 也会受此影响 我是文心 也是冬月 在第一世 我遇到了冯夕 爱上了冯夕 可因为不相信冯夕 最终没有阻止战乱爆发 而欲答应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次我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我 驾 走 客官 来 您坐 前面就是黎玉瑛了 就是这 我不该再往前走了 大人 我一直在陆远潼军杖处守候 并未见到冬月姑娘 还有 我们的探子说 她在黎云界碑处见过冬月姑娘 可她似乎已经折返回京了 看来冬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再质疑刺杀陆远潼 这群废物 让你们小心点不知道小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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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为了救冬月 我们这么贸然进入陆远潼的属地 是不是不妥 普天之下莫非王徒 况且我们此去只为救人 不知道这批军蟹的落后多重要吗 吃劲 你们知不知道 这批军蟹从骑山运来多不容易 弄不好回去都得死 骑山运来的军蟹 这批军蟹 应该是冯夕给陆远潼的 既然让我们给撞上了 哪有放过的道理 哪有落下 那是冯复的 帮助冯复的 驾 罗将军 快走 驾 打开 没有放空 有一动ere缩 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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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花